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到欧洲去了一趟 过了几天人的日子 我要特别讲讲这个感觉是为了什么 我先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我跟你说 我去一趟 我都拍了4000张照片 我就是看不完 每次就是看不完 所以就随便找几张 咱们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罗马 我这是找的相机最前头的几张 再看 往下看 快一点 这是豆瘦厂 豆瘦厂里面 豆瘦厂的这个 看下边 这是街道 这种老黄墙 这个就是看不完 富贵 美轮美奂 这是教堂 这是卡拉瓦桥 卡拉瓦桥的名画 咱们在画册上看了多少年的 就在人教堂里啊 在人教堂里啊 你看旁边那大理石都漂亮 你瞧这个残柱 这个进去应该是大穹顶 然后那个阳光能够从那个什么照到 非常漂亮里面 再看下边 叫不出名字 你看 橱窗 这里边卖时装 再看下边 哎 夜景 再看 你看是兴奋了 逮哪拍哪 逮哪拍哪 哎呦 那真是目不暇切 再看 特别是罗马 特别是罗马 坊间堂 哎呦 我觉得这真是 就说是这个 这是拉斐尔那个雅典那个学员呢 拉斐尔 你看拉斐尔就在墙就在墙上啊 再看下边 这也是拉斐尔那个圣容显现 圣容显现 这是米克朗基罗的圣伤 橘老师 你尤其看看背后那大理石 我发现在大理石你得认意大利是第一 他就太漂亮了 看的 哎 这个米克朗基罗二十几岁的作品 这是 这是乔乔乔乔乔 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大雕塑家 大雕塑家 当时被人说腐败 就是弄的这个大这个顶棚啊 太花钱了 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嘛 你看这是圣彼得教堂前面广场上一个灯 我都这么爱他 你在下边 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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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晚上 这是这个这个 梵蒂冈吧 梵蒂冈再看下边 哎 这是那个狼柱啊 柱狼 他就这种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食材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再看下边 啊 这是圣天使堡 对 在那桥上 好像那个达芬奇密码还是什么 就是过了那个河去梵蒂冈的那个桥桥堡 像这个地方那个什么魔鬼和天使 还有那个达芬奇密码那个作者 都是这个都写到的 这这这拍电影没问题 来你再看 啊 这是随便一个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个石头城 哎呦这个罗马的废墟 这就是哎 我觉得罗马人最会做废墟 是吧 他保存 他那条路现在还保存着 对对对对对对 看下那条路 对 会有很多非洲的新工作者现在这个路边旁边 你想想这是一千年的 这个我就我就在想罗马是什么造成的 我就老在想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不是有句成语 罗马真不是一天建成的 都让我们有拥挤的感觉了 人家这个保存的这一千年的石头的这种砖的 两千年 哎呦 公元前就有了 而且他是现在来说的市政很难弄 想挖个地铁 想挖的跑两下不行了 碰到那个古迹了就得圈起来 没错 他们保护的很好 他他他这点是非常叫人感慨 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浴场 一看去看的不像豆售厂还保存了挺好看的 那个浴场眼看就是真是一般废墟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要想想这个差不多两千年了 意大利国家都天翻地覆多少次了 不管谁当权都不能把它来开发 盖什么大的政治或者商业的东西 那多大的价值 就是说不是一代人 不是某一派的人 是多少代的人 多少派的人都有个共同 这个叫common sense 就是有个共识 就是说这些过去的石头是要保留的 这叫我感慨 而且他从那么早开始来做这样的城市建设 都有艺术的眼光 审美的眼光 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审美一直延续 不割断 不割裂 这让人很羡慕 所以这就让咱们不得不联想到 你要不是拍电视剧 你干嘛重建一圆明园呢 圆明园不就是很典型的废墟 你可以把现在所能找到的 所有的旧的这种一个柱头啊 一个什么 都弄一个这样的废墟公园 很有味道啊 这种老大帝国 反正的这种斜阳啊 在欧洲整个回来 确实到了中国 老的东西过去都没了 都一个一个全部消失 拆啊 开发 确实很辛苦 我今天从长安街上这个过啊 我就带着这个 从老欧洲回来的眼光啊 我才深深意识到啊 这个长安街上的这个 十之七八吧 但不敢说十之八九啊 没有什么价值的 嗯 没有就是 也可能 也可能这些建筑再过一百年 又变成老的 我还真不信 为我们留着一点点痕迹 我还真不信 现在能留下来的那些 也不是现在造的 嗯 那也还是过去造的 嗯 那所以呢 我上次跟你讲过 你去欧洲呢 你不能先去意大利 哈哈哈 对不对 他说的对 你得先从什么英国 德国那那一路往南走 嗯 然后到了巴黎 再以后再去意大利 你要是先去意大利 你再看巴黎 看不了了看不了 没错 太新了 对不对啊 你去了 你去了巴黎那么开心以后 你再去意大利 你才发现 你看看 但是巴黎有巴黎的好 巴黎也好 那那巴黎那是几百年前的好 那是两千年的好 就是那当然是 不一样不一样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但是就是这个罗马呀 说实在话 咱就看到啊 为什么我老觉得太富裕了 嗯 你看其实我后来 我在这个梵蒂冈博物馆里看 老有这种太富裕的感觉啊 我发现啊 咱层层还不低 我的感觉是文化财产的这个富裕 太富裕 我跟你说 你看了这个之后 几两千年前的文化 你你会觉得 就说咱们过去中国人的教育 当然是民族自豪感 你也喜欢对吧 你说哎 你说中国文化天下第一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 我觉得脸皮有点厚 可是呢 当然咱们老祖宗的东西 如果是这个这个研究好了 保护好了 拿出来在世界文化之林中 不丢人 比最高水准不丢人 我觉得这个是这么说的 咱跟他不一样 咱跟他不一样 这是一个欧洲人跟我说的 中国人不在乎实际的东西在不在 中国人在乎的是那个精神 跟这个文化这个句子 比方说你现在去山西啊 去陕西啊 你这个石头啊 像像罗马的这个东西啊 真是找不到 哇 咱们这个挖木屎 都是一个历史的 咱们就有个木好好的 但是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些实际的东西 东西都毁的差不多了 可是我们孔子的画 这些屈原的东西 小孩子随手都能 但这也是一步 意义大利的人不行啊 是吗 对啊 我们他们就在 西方人在乎这个实际实陣的东西 它非常重要是 这块东西是2000年前 还是是200年前 咱们这个不在乎 只要精神在 所以咱们的文化是最延续性的 最延续性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 没有夸那么好吧 你怎么说这个 我想起上次那个什么 跨过头了 跨过头了 你说这个 我想起中国人种精神 我想起上次是听这个李敖讲一个笑话 就过去他当兵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听过去当兵的时候 他们一个师长每天要喊口号 他们要纪念这个国父吗 应该说是国父精神不辞 大家跟着我喊 结果那个首长呢 喊错了 说国父不辞 然后旁边那个秘书小声提醒 还有精神 还有精神 国父不辞 还有精神 香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 应对 令董事长的 董事长的 三姿 和你 年份 我们将余景归久 时间再前进 凤凰卫视记者身处不同时区 注视同一新闻事件 交演结构 深度探讨 每周一小时 以精确的时效 环球性的眼光 换算世界大势 环球直播室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文物被盗 但是我恰恰觉得 现在死亡的是精神 精神更加危险 你说吧 就算是咱们对比罗马 对比欧洲也有东西在 能看到 而且拍戏很幸福 穿上衣服就回到中世纪 回到以前 都不用摆了 我们这个拍戏很难 都都毁了 都现在想拍过去 没可能要建基地 这些我觉得都还是硬件 但我倒相反 我是觉得 一脉相承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 重新找到我们对 像人家一样 重新来对待文化 对艺术 对精神 对哲学 对传统 真正的尊重 小帅 这个更重要 现在没了 你讲的很严肃 而且也比较雅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 很多时候咱们读书听到的是知识分子 然后士大夫 中国文化的精神 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 我跟你说 我现在到欧洲 我反而找到了这种中国人的精神 你知道因为你在一个背景下 你看到这个 凸显出来了 这个是个什么精神呢 我用词是不当的 我找不到合适的词 也不是贬义词 我说啊 咱们真正绵延不断的中国人的精神 叫人气 这个人气 这个人气就是一种 有人赞颂过 说当年圣唐气象 就是咱 中国人在一块 高红了大嗓门 闹闹嚷嚷嚷 你看这里一块 哎 这个人气 你看我就说 邱老师 我到法国啊 没感觉 没出国 你知道吗 周围都是同胞 好家伙 那个百货商店 你知道吗 老婆爷 老婆爷 一楼到五楼 全是我国同胞啊 全是送钱的 我的天 我这次真见着了 在街上 他们原来听传说 排队的 我真见着排队 香榭里现在LV总店去了没 那都不去了 我跟你说 LV已经给中国人给 占领了 怎么说呢 做俗了 已经这样 现在是什么爱马仕 爱马仕也就在俗的边缘 不让进了 对 一些你不知道的牌子 咱们都已经开始排队了 他们那边做不下去的 就打到中国来做 而且我这个不会外语的呀 我发现到那儿 你完全不用担心 每个商店里有个中国人 都为你们服务 都叫中国游客